出厂就自带涉水猴AT胎阻尼可调的氮气减震 越野配置完全给你拉满而且还有2.3T的柴油机 就这台长度超过5米5的美系大皮卡 如果你喜欢皮卡或者是越野的话 你必然会经不住它的诱惑 这台车就是江陵大道即将推出的一个全新的版本 感叹者 大道是江陵今年刚刚推出的一个新的皮卡 整车的外观粗广豪放 相比于业界的老大长城炮 大道明显的更具特色 硬派的气质也更加的强烈一些 感叹者 一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 它肯定是为了越野或者是穿越而设计的 它在外观方面和普通版的区别不是很大 只是加装了大量的越野套件之后 野性有明显的提升 另外这个版本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车标 它并没有装载车的正中央 而是放在了进气格山的左下角 挺有意思的 除了我们之前说的那几个配置之外 这台车还可以选装前脚盘 同时它有分14区 有前后桥的差速锁 有地形选择模式等等 而在动力方面 感叹者有汽柴油两套动力 全都是2.3T的发动机 汽油版的功率是190千瓦 柴油机是130千瓦 可以选6MT 也可以选8AT的变速箱 这两年国产皮卡的颜值是越来越高 性能也越来越强 但是感叹者在其中依旧属于比较有个性的一代 据悉它8月份会亮相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